进去讲7月2号在高雄巨蛋隆重登场 回17年后重返高雄备受关注 活动采取预约取票制 预计将会吸引1万1千名观众庆场 交通局也公布交通疏导措施 从当天早上10点之后 巨蛋旁的博爱二路南下整条慢车道全面管制 停车场的路口也不开放 民族停车去绕行至新农街方向进入停车场 新光大道是设置在巨蛋前的广场 那人行道的部分呢 我们有特别安排说 为了保障行人的安全 有封闭这个博爱路南下的慢车道 那也呼吁大家 因为现场是预约取票制的 所以人数有收到管制 那如果说真的要前往现场的话 多加利用大众运输 参加进取奖最方便的交通路线 当然还是搭乘捷运 为了迎应当天的人流 公共捷运将会试人潮加开班次 并且延后末班车的时间 捷运的部分呢 是会试人潮来做加密的班次的动作 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大众运输的服务 这样子 去单位的场地 也在紧罗密鼓的搭建当中 最引起追星粉丝关注的 肯定是新光大道 不过为了防疫 新光大道架起了冒道 今年直科远关不可接触 同时采取人员分流的措施 不管是在室内或室外 或者是做事的安排 以及分流这个部分 还有在内部的清销频次 以及我们可以想见 这么多人在那边 势必会有很多洗手间 这个部分的需求 那洗手间广设了之后 多久要清销一次 那人力的安排要怎么处理 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有相关的防疫计划 难得的盛会在高雄举办 过程也不想被疫情影响 打坏大家的兴致 是否也预先做俗准备 同时民众也可以透过 多个转播频道观看 一起关注华语音乐界 一年一度的盛事 记得中央配高中报道